牙龈是牙周组织的组成部分之一,是牙齿生长的固定器,并为其生长提供营养。 牙龈炎就是牙龈组织发生了病变,这种疾病发病率高,由于国民对于牙齿健康的重视程度不高,所以,牙龈炎的患病率和程度会随着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大。 而牙龈的病变会进一步导致其他组织的病变,所以需要及时的治疗。 然而,牙龈炎一开始只是轻微的牙龈肿痛和出血,导致很多对此病不重视,往往到了后期就会越来越严重,那么关于牙龈炎的预防需要知道哪些尝试呢? 牙龈炎是怎么形成的?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没有刷干净,没有清理干净食物残渣,导致牙菌斑长期吸附在牙齿和牙龈的边缘,引起牙龈的炎症,再加上可能有牙类不齐,口呼吸等原因,细菌加重,导致病变。 牙龈炎有哪些症状? 正常情况下,牙龈炎的主要症状就是出现牙龈出血,在刷牙的时候,或者是咬硬物的时候,甚至什么也没做就流血了,一般这种情况就说明牙龈炎已经较为严重了,需要赶紧去医院进行治疗。 其次就是牙龈的外形,正常的牙龈是紧紧的贴住牙面的,而如果有牙龈炎的话,牙龈组织会水肿,牙龈边缘变厚,那么就不会再紧贴牙面,就是肉眼可见的高过牙齿面。 怎么预防牙龈炎? 预防牙龈炎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正确的刷牙。 首先要做到的是保证一天刷牙两次,有条件的话可以一天三次。 并且要学会使用牙线,牙线可以清除掉牙缝内牙刷刷不干净的食物残渣。 另外关于牙刷的选择,最好是选择软毛的牙刷,软毛的牙刷对牙龈和牙齿的伤害较小,比较温和不刺激。 在刷牙时要记得将牙刷倾斜45度,刷一刷牙龈边缘,可以清除干净食物残渣。 牙刷至少每三个月换一只。 在吃的方面,一定要多补钙。 一天摄入足量的钙不仅可以预防骨齿疏松还能预防牙银炎,强化骨骼。 其中一定要做到的一点是不能续酒续烟。 长期吸烟喝酒不仅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,而且保护口腔卫生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会流失,所以,要想有一口健康的好牙齿,必须少吸烟,少喝酒,最好是全部戒掉。 所以,用的来说,想要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齿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牙银炎的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如果发现自己有牙银炎的症状,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,越早治疗越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